坐落在半山腰,隐身于丛林中,石头造的房子,由园林风情入怀,整星辰入梦。 这样的神仙民宿,在石家庄景行县离岩山中的右键果然民宿就能享受到。 据河北新闻联播报道,为加快推进全省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,助力乡村振兴,河北评出了50家百家特色精品民宿。 景行县的右键果然民宿就是其中一家,住的是石头房。 这里最大的特色是有11栋用石窑建造的院落,这里的民居大多是明清时期建筑,民宿外墙按原貌维修,外观古艺浓郁。 赏的是江南美景,外表自然古朴,内里却是苏式园林式设计,一山就是,融入江南园林建筑风格,躺在这样的民居里整着星辰入梦,瞬间拯救你的失眠。 好玩的也不少,从民宿到天城宋古城,百年断家楼,开车十几分钟就到,不想出去,就在民宿里下棋品茶,灯高垂吊,采摘蔬蔬果。 我们的房子是百年石头窑洞,冬暖夏凉是它的基本的特性。 我们从每年的五月份到十一月份,樱桃石榴,苹果,皮尔梨,这样的产品都可以采摘。 如果你还想了解下其他民宿,50家百家特色精品民宿名单来了。 更多的特色民宿在哪里能找到? 省文化和旅游厅,省旅游协会联合推出了河北省乡村精品民宿电子地图。 目前电子地图已经上线了150多家乡村民宿,简介,地址,联系电话等信息一应俱全。 登陆乐游技巧程序,省文化和旅游厅网站,省旅游协会微信公众号或网站都可以找到这张宝藏地图。 最后提醒您,出发前规划好路线,提前电话了解民宿入住情况。